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愿力 学佛学得深 在阿摩罗时的佛性就有深般若 每一个心念都要契合八十田中的佛性 心佛才会合一 所以学佛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用崇高的愿力 来指导自己一生的修行方向 学佛到最后 愿力一定要相应自己目前所修的境界 就相当于 我们人有一个目标 只要朝着这个目标走去 不管时间再长 你也能走到目的地 只是在发愿后 需要用恒常的定力和信念 去纠正累生累世的红尘污浊之气 用愿力找寻到修行的目标 其实坚持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用精尽力和忍辱心 来完成自己这个愿力 千锦签是金刚 学佛大愿是方向 念经放生是资良 不懂愿力 修何方 菩萨说 坚持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只要让自己的心和菩萨相应 用自己坚强的毅力和佛力的加持 就会让我们在人间 哪怕碰到再多的困难 都不会退转 经常想想 自己曾经发过的愿力 不要忘记自己的愿力 每天向菩萨重复讲自己的愿 会让你心中迸发出 更大愿力的正能量 你才能自始至终地 在愿力中得到精进和成功 这就是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其实愿力很重要 愿力是修行的资良 天天念经 放生 行善 持戒 靠的都是愿力 没有愿力 你不知道为谁念经 不知道为谁放生 你更不知道 行善和持戒 是为什么 其实人在一生当中 会碰到很多的苦难 在苦难中 有的人懈怠退转 有的人坚持 忍辱 有的人 发喜充满的在愿力当中 八风吹不动的勇往直前 讲到底 还是因为愿力的大小和强度 因为愿力 可以让你修正夜音 改变果报 具有强大的因缘力 八风一吹 摇不定 明文立养 消耗尽 缘来缘去 资粮尽 果报到来 心不定 所以积累的资粮 许愿 放生 念经 持戒 行善等 要靠着愿力的牵引 在红尘中 放下 执着 执着 和 名利 你才能 改变 自我 精进的 修行 将自己 所有的 善行 念经 守戒 放生 在愿力的 指引下 才能结出 最好的 善果 修行 修行 是方向 佛有帮助 是良将 人间名利 没有靠 初心始终 成佛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